政府的政策我們是想配合,但是在還沒有填到配料措施之前, 我們希望政府在各縣市設有公油屠宰場或是集中市場, 在還沒有配料措施完成之前,希望政府不要那麼嚴格, 開放某部分讓集攤自己在那邊集中宰殺, 因為現在我們配合政府的政策,送到電災場屠宰出來的品質不好, 然後術級品又多,時間上出宰場跟我們不能配合, 尤其是上端午節,少少的量就大家做的連兩馬翻, 都已經量做不出來了,後面還有忠恩賊過了, 那個我們怎麼辦,我們就躺平了,就不用做了, 那個量給我們做不出來,而且他電災場出宰的時間太早, 一直到隔天早上我們攤商再放賣的時候,時間拉太長了, 那個雞的品質都變壞了,壞掉了,那個都讓我們自己吸收, 那個損失誰要負責? 我遇到的問題是說,現在雞,他們中盤商送來我們小萬的時候, 雞那個新鮮度都降低了,尤其他們宰殺的屠宰場,宰殺的量太大, 殺不出來,然後他放的血又放不乾淨,然後飼料一大堆問題, 腸子也拉不乾淨,有時候那個雞肝什麼都在裡面, 然後他趁重來給我們,我們棒一棒不夠重, 跟攤商反應,攤商說我們沒有辦法, 那我聽話說我要跟誰講話,就這樣啊, 主要是可能說,中盤商的地方上可以建立一個公立的屠宰場, 還是小型的屠宰場讓我們宰殺, 然後政府來監督我們,像現在的屠宰場, 一百三十幾家,其他運作的是八十一家, 其他五十幾家是殺鴨子的,雞根本殺不出來。 6月10號晚上,台北市環南市場,下午五點鐘就殺雞了, 6月10號中午10點,難道攤商11點還接不到雞, 消費者買不到雞,不是我們養雞沒有雞賣給他們, 所以我們今天那麼多人來,是要反對主委的政策。 今天,國大學,國訪議所,還有募集, 我們台灣完全沒有驚討出H7-A9, 但是,我們政府,為了這個, 大陸過來的台商,去感染就對了。 H7-A9,我們大家都知道, 他會讓人傳給人,所以他要, 他要這個中國的H7-A9, 他就要來募集你養雞,下明年, 叫我們全民不可以台, 基本,他就是什麼, 裁隊告結。 他就是要獨立裁隊, 要讓我們養雞的門, 無雞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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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正政府, 真正有料理。 我們的土地產業, 有238, 比白色肉質更多, 降伏的續產業的產值, 超過20%, 貿易自由化沒有打倒我們自己的土地業者, 結果, 我們卻因為這一個不當的政策, 沒有配套措施的政策, 讓我們的土地產值, 所毀滅, 那我們認為說, 這個是, 不只政策不當, 它是政策在殺人, 如果你到國內的所有的電動屠宰場, 你去問看看, 國內的電動屠宰場, 屠宰完之後的, 品質是我會比, 你直接, 國現代的品質還好, 先回答這個問題, 如果這個回答問題不出來的時候, 你這樣的政策的推動, 到底有沒有意義, 任何政策的制定, 一定要做事先的評估, 如果你沒有事先評估, 就是執行了, 你是失職的, 你是違法的, 如果你評估了, 結果你明明知道這麼嚴重, 你還要執行, 那你根本沒有把我們農民看在你的眼裡。 農委會, 口口聲聲, 口口聲聲, 所有83家屠宰場, 可以, 電載場可以協助電載, 這個是欺瞞社會, 欺瞞消費者, 經過我們養金協會, 土金產銷組, 一個一個打電話, 詢問的結果, 只有47家有在代載, 只有47家有在代載, 換句話說, 農委會, 撤頭撤尾, 就是在撒謊, 我們, 我們載殺機制的時間, 也是由電載場來掌管, 我們載殺的價格, 也是由電載場來掌管, 甚至我們載殺的數量, 都由他來掌管, 多數的機由電載場出來的機, 消費者不喜歡怎麼辦, 怎麼辦, 我們財商要不要生存, 對不對, 消費者他就是不要這樣的機, 他看到了這樣的機, 他就不願意靠到我們攀上去, 不願意去買我們的機, 消費量會不會減少, 會不會有上下的機, 上下的機怎麼辦, 我們請城堡機買回去好了, 要不然我們會虧本啊, 對不對, 我們希望, 我們希望政府體諒我們這些攀商, 在太陽底下賣機, 還要, 這個銷售量減少不打緊, 還要為了存貨的問題, 賣不出去的那些機, 那些腐敗的問題, 那些成本的問題, 來了錢, 虧錢, 我希望政府能看到我們在太陽底下, 工作人的辛苦, 出張, 出張, 出張五月十七近台之後, 中部地區啦, 為了要台傑, 就要再接牌水, 五日這, 要台傑的時候, 十點九月, 等到四點就要台傑啦, 你看, 三到九月已經九點半了, 那都退錢了, 那都退錢了, 像這什麼人要付錢的, 南國基付錢, 市民要付錢嗎? 要付錢! 我們八成的生活問題, 你還要付錢嗎? 要付錢! 要付錢! 所以我們只要是自救, 我們不能跟別人, 只要靠我們特地, 來救我們的土雞三強, 這樣好不好? 好! 我們全台灣有八十三間的電車車, 他可以拿白馬, 可以拿白馬雞, 也可以拿外國, 包括台土雞, 還是可以拿土雞, 那些都是晚上的市場, 晚上的市場, 要應付, 我們全台灣的所有的土雞六, 每一天三十萬隻, 那些市場沒辦法, 包括, 要天內的地區, 跟他們的地方, 他也沒辦法應付。 我們副主委進行了一個小時的溝通, 但是我告訴大家, 溝通完全失效, 我們現在基隆已經願意接受政府福島電宅, 可是我們希望他一個縣市, 一個縣市去協調, 在協調過程當中, 暫緩開單, 只是暫緩開單喔, 我們也會約束業者, 不要做任何的, 這種在家裡私宅的動作, 但是副主委連這一點都做不到,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 我們已經提出說, 我們可以把各縣市, 這種謀合不足的地方提出來, 但是謀合不足的地方, 可不可以在既有的, 我強調是既有的肉品市場, 也就是原來在殺豬的地方, 可以開一條家庭的生產線, 讓區域平和, 這一點, 我們的副主委也說他做不到, 我們不明白, 這樣的農委會到底是新向著財團, 還是新向著農民。 他們有很多都是, 非常要求品質的, 那他們就會特別的說, 希望把自己的機會殺得非常好, 他們, 儘管我們的量, 我們當地的電載場的量, 夠我們用, 可是他們不願意進去載, 難道不行嗎? 難道非得一定要到屠宰場裡面載殺, 讓那些碳商, 接受那些殺起來, 他們不滿意的吉嗎? 還有在我們鄉下的地方, 有非常多的爺爺奶奶們, 他們都會怎麼樣, 自己養有機的雞, 結果沒有地方可以宰殺, 哪一間屠宰場可以殺, 兩隻雞三隻雞的, 那我們的攤商也不能殺, 因為他只是收個五十塊, 一百塊的代工費, 這樣子也不行, 你要被罰三到十萬塊, 那我們剛剛並沒有聽到, 正確,明白, 我們所訴求的一些要求, 我們沒有聽到, 明白的回答。 那現在目前遇到的狀況, 大家,大家都很聰明, 我們也很嚴重, 因為我們是浸测機, 所以它的機器, 從小到大, 從兩斤到十二斤, 但是我們在屠宰的部分, 我們也面臨了大問題, 所以這段五節, 我們送的六家屠宰場也很大, 因為六家屠宰場也很大, 所以我們沒有分開來殺, 插了衛生家的報告, 插出來, 有一批機, 送來的時候, 送來的時候, 我們送到攀位的時候, 可以先湊掉, 為什麼湊掉, 因為我們後來有跟 竹籃廠的老闆聯絡, 他說, 不好意思, 今天一句話, 就這樣, 一句話, 我們這個損失就是幾萬, 那我們損失是無所謂, 是說, 這問題要解決, 因為, 因為這個部分, 我們目前現在主宰的部分, 非常的, 大家知道, 安全衛生主宰既然叫做安全衛生, 就必須要說, 那今天殺起來就是比我們手宰來的, 但是, 問題是說, 為什麼我們手宰的, 可以放到隔天的下午, 都不會壞, 而, 而, 這個安全衛生, 殺出來冷卻, 在早上就壞掉了, 那我跟大家說, 很簡單, 所有的東西都丟到一個磁子裡面, 它冷卻的時候, 這個冷卻磁裡面, 都是血水, 都是污染物, 都是腸道, 包括飼料, 大便, 都在那邊, 我們剛剛也提出來說, 為什麼房檢局這段時間, 你不去看, 你不去看你的東西, 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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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代廠, 是一個, 很安全衛生的, 但是, 在這邊, 在這個時期, 他們都不做, 他們只是說, 回答就是說, 我會盡力補導廠商, 把這個東西給做好, 問題現在不是這樣, 現在是我們就是要, 要, 要, 要有一個, 一個輸入嘛, 要一個, 至少我屠宰要一個地方, 但是, 這個目前, 這個在農委會部分是, 不太, 他, 剛剛, 主委是很有, 副主委是很想, 想提起問題, 但是, 他還是說, 我會去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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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會去年代,